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NETCHAN談賽馬的時間 上次國際賽賽的賽期又完結了 雖然有些不愉快的墮馬事件發生 但希望大家都重拾心情去享受明天的賽事 上次影片有太多事情分享 又忘記說高出賽馬 闊別了兩次 今次高出賽馬終於回來了 分別是第一場的福星高照 和第六場的辣德嬌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大家知道 NETCHAN談賽馬的免費賽馬頻道 每次賽事會提供高出賽馬 和兩隻NETCHAN馬彈給大家參考一下 如果大家想繼續支持免費頻道的營運 可以經過我的Facebook貼紙 來到Blogspot Blogspot周圍都有些熱面廣告 如果有些廣告有興趣 可以按去看看 多看資料 支持我的廣告客戶 同樣 YouTube影片播放之前 有時都有些廣告 不用一定在右下角 按Skip Ads 或者略過廣告 可以看久一點 如果有些廣告有興趣 中間有些熱面廣告 或者左邊有些連結 按去看看 看到資料支持我的廣告客戶 支持我的廣告客戶 就聽完支持我的NETCHAN 才買的免費頻道 繼續營運 明天還是要介紹兩個場次 做NETCHAN馬彈 第一個場次介入是第一場 第一場的馬彈推介 我選擇11號的福滿寶 首先季初那場很厲害 施著峰這場 輸給木火同名這場 高水準賽事 基本上上季尾 6月9日這場都是高水準 這場是輸給包裝長勝 兩場都是高水準的 但是這隻馬我都說了 制宇要好一點 還有有時他都穩定性欠逢 但是這件事是唯一的缺點 但是如果他穩定的話 這場跑入三個月的機會很大 因為上場水準也不低 當然彎前貼藍的形勢 上次挺有利的 那浪漫勇士是喘喘上來過去 但是其實他也是彎前貼藍 跟了一個好位 回來是贏的 齊森不是很厲害的 但是他都其實是輕輕鬆鬆拿第二 這次有個三博 一當是無名驅 希望他不要那麼快 二當是線路迎起 就應該會搶錢 在一個理想的情況之下 福孟寶寶繼續會有個Block Seat位守住 如果拿了Block Seat位的話 他入到三博的機會 我都相信是挺大的 所以我選回去做馬膽 拖三隻配角 第一隻我選一號的楊明高高 上季尾斷了籃 季初兩場都表現得一般 所以我都沒什麼理 但是上場又得與其內跑到第二 上場快步速當然是有利他追趕的 但是其實擅長萬里也跑得很好 但是擅長萬里也有信心的 潘土人的票 藉在裡面也有少少經典 但是這樣衝上人贏 其實他跟楊明高高 楊明高高也拍得住擅長萬里 所以水準不算太低 這次由史卓芬換了巴 道理應常都可以的 但是磅位方面又要加重一點 一二八卦變成一三二 加兩分但是加了四磅 一三二磅是他會稍稍吃力 所以這裏就找不到他做膽 但是拖他一定要拖 唯一擔心磅重 所以只能夠拖配金 第二隻是選二號的線路營起 那些閘是一貨比一貨好 到剛剛那一貨的谷草閘 走勢是可以的 越跑越順 初初入直路的平衡都好像不是拿得太好 或者是那個都有一少少額頭 但是蔡明少側兩下下去都越跑越順 這次有個二檔其實很跑 霍雲昇就是不知頭什麼路 高東來配霍雲昇 但是同場對手不算太多之下 找回一隻身馬做配腳 第三隻配腳是選六號的進神 這隻馬上季是跑出很高水準 那場判頓上季初50分以上是很厲害的水準 之後難搞的之後 因為這隻馬不能夠背重磅 重磅很難跑的那隻馬 所以他一加了九分之後重磅 經常是133、132、133 完全跑不出水準 接著去到莫尼拉做了131才保重一下 不知為什麼那場就得了 但也是跑得很適合之下 131 接著兜兜轉轉 去到上場田草1600米 都不合武程 都算跑得很近 去到上場田草千龍 八檔 看看他的走勢 都不是一些正確的路程 當然當日彎前鐵欄是好的 他拿了彎前鐵欄的形勢 湧一湧上來跑到接近 有些場地的幫助 但始終都不是一些合適的路程 田草千龍 今次回首本的局組千二 排了五檔 相信都好跑的 選回去做配角 所以這場馬的馬膽 我將會選11號復滿步 配角的選擇 將為1號的陽明高高 2號的煽露營起 和6號的進塞 第二個場次 第二個場次 我將會選第六場 第六場的馬膽 大家知道兩隻選一隻 歡樂好用辣得嬌 大家知道我是帝豪之星那場是很厲害的 因為帝豪之星輸了 那不要緊 這場我選的馬膽 是選10號勒得嬌 同樣他都是高出賽的欲 其實兩隻都好 選哪隻做膽呢 穩固一點 我選10號勒得嬌的原因 因為這場步中應該偏快 有中複者 蒲俠超德 狼千歲 果然有可能都跟前一點 蔡德爾都可以快 歡樂可有都可以快 所以身威力都可以快 所以步速應該是中等偏快 那對於一隻後尚馬來說 就會較為穩健一點 所以我選10號勒得嬌 叫做馬膽 那這隻馬就 貴初初出贏 谷操千二那場水準高 上到四班的人說不夠班 不夠班 那場潘明輝就亂來的 不是都隨便跑 上次梁家駿都發揮了一流 三隻前逗回來 和太陽之聲和歡樂好友 他省了位置 但是三隻都彈了滿群 一點都不頑皮 這次配田泰安七檔 田泰安皮後上馬 OK 捕捉編快 守三位 走入前列的機會 我相信大 所以選10號勒得嬌做馬 配他一定選8號 就是第一隻歡樂好友 因為這個馬上場都很硬 這次有一個一檔形勢 有好有不好 你一檔出閘稍有差池 讓站一下 turnaround 第二層的aid vac une位置更好吧 但如果真的差池大 atraiser down از sus 回來再走到第三層 那這隻歡樂好友 如果出閘順利 押馬 相信勝馬 其實呼聲最高為他 因爲他有一個一檔 但是做胆子怕出门或慢了会很麻烦 所以胆子就不选择了就选辣得叫 另外一个配角其实很难选择 因为这场比较混乱 有三个给大家考虑一下 临场自己再选择 因为欢乐好友就一定选择了这只配角 另外三个我提一下 看看大家到时临场再考虑一下 所以选择4号的浮合超得可以大家考虑 上场真诚千亿 紫长赛职就不用看了 一上曲做千亿都顶不够 都没有气量 但是上次是存名 上次验出有存名和多谈 所以如果你只看紫长赛职 就是说他千亿米不行 当然是一定没有一千米那么好 但是千亿米是否真的不行到这么不行 未必是的 今次换了周俊乐再选择3磅 在前面吠 看看会有什么效果出来 先选择浮合超得 他未必要吠 可能也是手博士都可以 第二只配角选择5号的浪千岁 试集也是一货比一货好 十当是很难跑的 但是选择他做一只配角 第三只勉强强强 选择6号的蔡德义 我说过前多多的水准是很普通的 前多多是省了位赢 当然跑得好 但是前多多和蔡德义 都是拿了弯线贴纜的形势 两只都是赚尽的 前多多和蔡德义 所以蔡德义之后那一场 自己快放真情赚千四 快放回来输四游四分之一的马位 不算太差 但是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但是今次他始终换了莫来拉 来到谷草 档位也都合适 不得不用自己放头的手柄位 有遮挡和他跑 这一只马始终是款头 我觉得都可以 初出那一场 跑了个冷位 那些人可能会高估了他一些 但是希望罗富传的马 都一场比一场好 拿回这一只马 做一个考虑的配角 所以这一只马 胆中选择10号的辣德乔 必然配角就是8号的欢乐好友 另外三只大家考虑的 就是4号普合超德 5号郎千岁和6号的蔡德义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和我的分析 如果喜欢的话 给个赞和赞和分享 给朋友看看 也要宣传一下 如果大家对我以上分析 有什么意见 都在下面留言 大家如果想简单 支持我 都在这段YouTube影片 下面留言 留他借借 粉丝也会相当高兴 大家都知道 NetChang谈赛马 来到我自访post 留留言 我尽快回复一些 有关临场分析的讯息 给你看看 看看你们是否最参与 或者简单点 可以按这个连结 与NetChang谈赛马 继续由汉股市群组 进去之后 你会知道如何联络 我去拿一些 有关临场分析的讯息 那我们最后 希望大家来到 YouTube频道 NetChang谈赛马 按Subscribe 或者订阅 免费订阅 以及按这个闹钟 按全部 订阅我所有新片 你都有个通知 或订阅你的讯息 第一时间就知道了 多谢你们支持 下集再见 拜拜